健身气功 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从悠久的气功文化中走来 继承 创新 发展 形体活动 呼吸吐纳 心理调节 继承 健身气功 锦 指的是上等的丝织品 在中国文化中 它代表着珍贵而又精美的事物 有一套动作优美 编排精炼 去并健身效果俱佳的健身气功功法 从古至今深受人们的喜爱 由于它由八组动作组成 人们就把它称之为八段锦 气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动 呼吸吐纳 心理调节相结合 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而八段锦是流传最广的健身气功功法之一 八段锦 据传出自八仙中的汉钟离 由吕洞宾刻画在石壁上得以流传 也有人说它是岳飞所创 1972年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时候 出土了2100年前的导引图 导引图是中国古代导引术的动作汇编 而导引术就是现代气功的一种 马王堆汉墓的导引图共描绘了四十几个运动姿势 其中至少有四个与后来广泛流传的八段锦中的动作相似 它被学术界看作与八段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八段锦这个名字最早建于北宋弘迈所著的宜坚智 宜坚智记载 正合七年 离四巨为起居狼 小方式雄精鸟身之术得之甚喜 常以夜半时起作虚膝按摩 行所谓八段锦者 可见八段锦在北宋极已流传 在宋代八段锦的体式已经有坐式和立式两种 其中立式八段锦后来形成了很多流派 并得到广泛传播 清朝末年 人们首次把八段锦编辑成一个完整的套路 并绘制图像 他的歌诀这样概括了八段锦的动作作法和锻炼目的 两手托天理三交 左右开弓四射雕 调离脾胃虚单举 五劳七伤往后瞧 摇头摆尾去心火 两手攀足固肾腰 钻拳怒目增气力 背后七颠摆并销 此后八段锦的套路基本被固定下来 一个有历史传承 有功法理论 有真实健身效果的传统气功功法就被定型了 为了让祖国气功文化中的这块瑰宝在当代继续造福人民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2001年成立了健身气功课题组 将八段锦作为一个子课题 以传统八段锦为依据 本着去尾存真 去粗取经 推陈初心的原则 对传统八段锦重新加以编创 同时科研人员又运用现代体育和自然科学知识 对八段锦的健身效果进行了科学研究与实验 现代生命科学 医学 人体形态学等方法的引入 使健身气功八段锦的编创被赋予了理性和科学的新内涵 而健身气功八段锦编创工作的完成和推广 也证明古老的八段锦 不仅没有被岁月的长河湮灭 反而在金人的努力下 焕发出了更绚丽的光彩